乐剧之家的细腻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杭州乐剧院破牌花旦温珊珊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受邀担任乐剧春晚后台探班直播的主持人 乐剧春晚是绍兴乐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同唱一台戏品牌的系列演出之一 2018年五成年度一经推出就受到观众极大的关注 今天演出的场地是在杭州大剧院是系列演出的第二场 演出后台是我们乐剧演员日常最熟悉的地方 不管在城市剧院还是乡间庙台 后台的故事很多也是戏曲演员最显美丽的地方 首先我会带大家走一走后台 看看日常演出的后台是如何分布的 然后我会走进今晚演出的乐剧明家的化妆间 和明家近距离接触 跟我走吧 这边是VIP化妆间 这边是VIP化妆间 就是单间一般都是老师们做的 也是规矩吧 约定俗所的规矩 我们一般容套是不会坐到这里的 这边是大化妆间 一般我们发好妆 发好头之后会来这里穿服装 这是小身穿的高靴 这是小身穿的高靴 这个是潮靴 一般是当了官的会穿这样的 这边是衣服 这些应该是龙套的衣服 因为它没有袖子 没有长水袖 就是干活比较方便 这边是衣服 再看看 这个应该是今晚德青嫂的衣服 因为它是现代系 所以衣服也很现代 这个是小身穿的衣服 它有水袖 这个应该是今晚追离张真的服装 因为它比较穷穷出身 所以它这里没有绣花 所以有一件很光的衣服 再看这一件 这一件同样是小身的衣服 它就绣了很多花很多金线 肯定是比张真的要富有 那么再看看花旦服装 这一套就是花旦服装 很飘逸 这边是灰头 这个应该是皇帝带的 这个应该是皇帝带的 就是张真的帽子 因为跟他的服装配合 也是很简洁的 这边服装间大致是这样的 然后这些衣服 我们一般穿好了 是不会坐下的 也是老规矩 也是我们心中对服装的敬畏感吧 正好展导在这里 展导是我们晚会的总导演 也是我们杭州热剧院的导演 展导来说几句吧 介绍一下晚会的情报 就是晚会不是这么多剧母 都是没有主持人的 那是怎么去衔接的吗 衔接晚会很有意思 用了一群姑娘 用说唱的形式 把每一个节目有机的把它串起 也有很搞笑 也有很优雅 也有很柔情的 反正观众看了以后 会感觉到非常新鲜 希望你们来看 展导是一个非常潮的人 别看他满头白发 他特别擅长拍喜剧 对的 对吧 对 喜剧呢 是拍喜剧的主要目的 就是让大家在劳累一天以后 有一个心情 非常放松的心情 有一个愉悦的心情 能够第二天更好地工作 所以展导拍戏也非常敬方 好 谢谢展导 这个B站是经典的传统剧母 那么也是我从金老师身上学过来的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金派的经典剧母 那么呢 说起拍这个青春版呢 它是一个缘分 因为我前段时间收了一个学生 张局秀 也是我们团里的一个青年演员 那么我想因为青年演员如果说要把基础打得好 打得扎实 就要用传统剧母去锻炼他们 所以呢 团里决定给他 就是传统的经典的B站 其实谢老师对我们青年演员都很关爱 就像上半年我们的心松计划 因为我的老师是在绍兴嘛 然后我自己有把握不了的那些细节都会找谢老师 他是随叫随到的 所以我们也很幸福也想要是这样的老师 应该的 因为团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青年演员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作为我们这一代演员 成上其下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说用得着我能做到的尽量去帮助他们 谢谢谢老师 那谢老师新年对乐剧之家有什么祝福 或者对西米的有什么话要说呢 对西米亚2018 祝你们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多看乐剧 谢谢谢老师 小老师皮肤很好 谢谢谢谢 我看你的皮肤也很好 没有没有 平时保养有什么心得吗 保养啊 我说起来没有 也不是说特意的要保养 因为随时年龄长大 也化妆化得多吧 皮肤是很伤的 所以呢 希望皮肤能够 保持得好一点 久一点 在舞台上能够年轻一点 所以也有一些想想的新的 就是副副上面 我两个去撒聊 下次我发个消息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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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我一般讲 副脸 晚上你洗干净了 要副脸 那一般人是先去副了一两次 我是天天要副的 天天副 过来这个吃是要坚持的 对吧 现在有少年 你好好散哦 那这就是不不好 然后呢 对于在吃上呢 用心吧 像这个水果天天就要吃 最少吃六到八种水果 六到八种水果 对对对 那大家也知道 您的公司今年是第十五个年 非常不容易 您一定有很多话想跟心理说的吧 公司十五个年度走来 虽然是非常的艰辛 甚至有时候也是举步维艰 因为我们是民营业团 都是国家的 那国有业团呢 这一点是跟我们有天壤之别 他们是属于政府部款 那我们什么都是通过 特别是刚刚成立的 那个五年 都是自己讨腰包 然后自己去跑市场 自己找主创人员 所以对小拉丁子一盒饭 大大主创人员 所有的一个成本额算 就都是要要的轻易轻微 但是我觉得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是我一个红的 基本的一个主要演员 现在也懂得了一些 市场的轻盈啊 这种或者说不同的模式啊 也是启发了很多大队 那新的一年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大戏要拍吗 新的大戏 我们一直在寻觅好的剧本 有时候找到的剧本吧 那风格不同 特别还是要适合影派 所以就是说在这上面 一直在寻觅 也在胸板 可是我自己总是不够成熟 也有时候感觉 我们这个是输不起 推不起 我们一个需要出来 一定要成功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的 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 我一直在用心的在寻找 所以不是很成熟的 我就不会跟观众说 我当然在在排什么 我当然在在选择 我不会 我定了 我决定了 老师大家都知道 您最近参加过那个 林辰王中王的节目 然后作为我自己 作为学生的话 我也特别想知道 老师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会不会紧张 那当然也紧张的 有什么感受吗 因为都是名家名节 对 因为林辰王中王这个比赛呢 它是全国戏区 名家巅峰会的第一个比赛 因为去参赛的一些演员 都是各个剧本的一个名家 最后一个比赛 他们也都是 放下自己是一个名家的 一个名家的身份 就是还重新以一个 演员的身份在台上提拼 那我想这个因为过了好久以后 也没有再上台 就比赛的这种状态 那么重新再去感受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这其实老师也要跟你说的 就是说以后有这种比赛的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参加 因为你参加比赛的话 你会对自己的各个层面的要求都会不同 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创造一个角色 在演一个人物 但是就是说因为比赛它只是一个片段 你要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当中 就要把这个人物性格要给显现出来 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要求更高了 因为你要去参加比赛的话 它不光是只有一个片段 要准备12个片段 所以看到它里面有反串的 对 反串它是因为比赛的那个要求 它就要有反串的 那么老师也想就说 主要是把副拍的一些 就是让更多的人喜欢我的光 因为为什么我要去参加这个 连人王中的一个比赛 因为乐剧在我们南方这一边 小花还是很受欢迎 那么在北方剧种 包括在北方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对乐剧可能并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 那么我想乐剧作为我第一人去 先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想一个是在大家在这个平台上 互相之间有一个交流 那么也从他们的身上 我也可以吸取到很多的那个营养的优点 那么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 然后我就想把副拍那个唱段 尽可能的就是完美的在这个舞台上展示 这个也是从某种程度上 其实我是我们在宣传乐剧 宣传副拍 宣传我们小型小改话 因为小型小改话是我们有兼备的 这么一样 演剧风格的一个剧团 你在我小杯身上 不光是有流派的传承 还有我们剧团的演剧风格的一些传承 其实这一点的话 老师对你也是有希望的 其实现在不是我的采访老师 是老师在跟我传授他的经验 是啊 因为你在你的身上的话 你也是有 也是有那个 坎子工的基础 因为即使老师也是我的偶像 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学乐剧之后 就是一直看着老师的戏 然后从他的穆桂英挂帅 什么楼台会都是学习老师的 所以他们说我跟老师很像 其实也并不是说我刻意去模仿 就是潜移模仿当中就是有老师的影子 是的 然后听说老师的工作室 是什么时候开张吗 工作室是我们上语 区委区政府政府投入的 给我在潮河江边建了一个乐剧工作室 那么其实这个是我们上语区 区政府对文化 对乐剧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视 那么在应该是在三月开春 那个三月份会开馆 那么里面展示的一些是 我们绍兴小歹花的一些东西 乐剧的 乐剧的 跟乐剧有关的一些 还有 还有一个小型的舞台 以后就是我们可以在那边的话 可以举行一些小型的语图 然后也可以在那里举办一些提训班 也是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把你们这些学生都叫过去了 那在发动一些其他的一些市民朋友 就是对乐剧的事业的一些传承 我想我们自己不光是要在台上演好角色也好戏 但是我们肩上其实有一个责任是非常重的 我反正就是要传承 其实我也很难得见到老师 然后我特别希望在新年里有一个小小的事情 就是老师教我更多的一些 有更多的时间来教我 那是一定会的 因为在教你的时候 其实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要讲得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那么在教你的时候 我自己肯定也是对这个人物的把握 对整个一个系的那个理解肯定会也会不同 那就是结合自身的一些特点 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 然后几十年的那个演下来以后的一些经验 就是我们在教你的过程当中 对老师自己肯定也是一个提高的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先等等 大家都知道您是乐局电影《凡舌帅许仙》的扮演者 嗯 是 那就是拍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拍电影啊 拍电影就是对了那个镜头了 对吧 快紧张吗 紧张 第一次拍电影嘛 有点不太适应到 这个人物就没有镜头感的 对吧 就像在舞台上 舞台上的多年在舞台上演出嘛 总会有点惊艳的哦 舞台上可能更夸张一些 嗯 说一点 对不太夸张 大家挤在一起嘛 对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壁派小时很少 那您是为什么会选择壁派呢 为什么选择壁派呢 因为首先呢 我觉得壁派这个唱腔嘛 嗯 很纯 嗯 我自己的嗓音呢 还比较适合 嗯 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很特别 就是我从第一次看见我们老师 就来跟我们亲切 他就是有一种语文哦 缘分 年约老虎 也是要靠缘分的老师跟学生 演员很好的 这个年纪 他一看一接触啊 感觉这老师特的亲切 对 那老师就是看见我们 他那样 很爱 他就是充满爱 嗯 就是印象很深 对 也选择了壁派 那壁派是什么 我从小就看《学手鹰》啊 那个《王老婆抢亲》啊 对 我以前学乐职之前 我听到《学手鹰》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戏 后来才发现它是《学手鹰》 嗯 我们谢谢任老师 黄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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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黄老师 大家都知道您的新戏 刘子宁 新年有新的计划吗 有新的计划吗 有新的计划吗 难度特别大 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这一辈的角色 到后面因为它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 就是这样的角色还是第一次接触 所以它不光从形体还有音乐形象上都给我带来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听到就是您在中年的音色 唱腔的音色跟后面老年的音色是有变化的 对 做了比较大的一些音色上面的一些变化 只要是要把它完全的变化到胸腔 所以我的这个因为本身的音色比较亮 黄老师的音色是人性 对对对对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特别难 在台上我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改变我的音色 好那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继续化妆不得了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才知道您年生、年代就是多面首 那在就是从角色的转换 比如说小生、多年代之间的转换 您有什么心点呢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这家音乐团 对了自己说的 对他说 对这个说 没关系 因为这家音乐团是男女合影 那么这个音乐的影响声音 如果说 嗯 就是一小时 那可能很少演技会上的演技会 很多 那所以在团业这些演技会当中 男女合影的演技材啊 或者什么 那 比如说 要想争取多少的演技会 肯定要开拓自己的心 就是 我从来应该说出名是没演过 其他都演过 观众朋友也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成名工练手 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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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过您的那个 婚曲离职的那个 母甲庭 然后婚曲都深入人性 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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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这个戏的话是说来成画场的 嗯 因为我觉得 我很幸福 嗯 我觉得我跟女丹妻挺有的 在 为数不多的小生心当中 嗯 居然有三次机会 要接触这个 这个 完全的 第一次是 零五 嗯 嗯 是一个 那个时候的 美丹妮排练是 宗旨是 薄雅黄熟 嗯 在说婚曲的雅 然后结果我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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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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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是 嗯 就是 婚曲的雅 诗话 叫话是最经典的 逃团 移植过来 变成一个 最快 《独角戏》是 20分钟左右 挺锻炼的 《独角戏》最难演的 最难演的是 那个时候 前锻炼的 这是09年 然后 最后一次是 14年 嗯 就是 他对这个是 比较熟悉的 她自己也演过 很多年的 所以 这个是 全本 就是 原本 他最导演 这个 这个版的 叫音乐诗嘛 14年到现在也有了 整整三年了 虽然音乐不是太多 但是每到一处 有观众还是蛮接受的 觉得挺文美的 然后我们这一版是抱着 像昆雪学习的音乐 太多 因为约初彤老师也说 乐曲有两个奶妈 一个是昆雪的画曲 昆雪这么经典 所以我们对着一种 敬畏之心 去挑战一下 学习一下 我觉得 虽然是这个过程比较辛苦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 帮助还是蛮大的 好 谢谢廖老师 乐曲之家的 戏女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这家乐曲团的 陆海小生 廖奇音 应该说 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那么借此机会呢 我要真心地祝愿 戏女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合家 欢乐 事情如意 谢谢 好 谢谢廖老师 大家好 我是延波的 徐太祥臣张小军 在新年来临至今 我在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荣誉 身体健康 生意兴隆 好年旺旺旺 这是这月的张老师在化妆 张老师今天很辛苦 前天看到您的朋友圈是很辛苦 是的 是的 因为都是大牌 是的 大家不知道这个什么用的吧 这个吊起来会特别精神 对 嗯 可以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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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大家都想知道 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安排吗 新的一年 我们春节要演三场大戏 现在的排列 初三 初四 初五 嗯 我们黄龙凳板子是每天要演出的 嗯 欢迎大家来看世啊 近三 初四 初五 好 老师也很辛苦 嗯 那请王老师对我们新年说个新年祝福 嗯 新年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黄龙乐器团的七派花蛋 我叫王航娟 在这里呢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和家欢乐 嗯 张老师很多人喜欢您的影派 给粉丝送到一顿祝福 哎呦 我做那个玉吉之家的这个朋友们 就是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对 然后大家还知道最近您在台影派的西香记 那影派的西香记跟徐派的有什么区别吗 嗯 这样的 我们西香记呢 刚刚指了一个初牌 嗯 还没有 真摄就是 嗯 演出 嗯 这个是 因为上海有去运达有过这个西香记 那么浙百也也过这个西香记 嗯 那么我们这个 嗯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影王的 嗯 就是王派跟 我跟李敏老师 一起演的 就是影王的 影王版的这个西香记 那大概会什么时候上演呢 嗯 这个还没有定 大概应该是 估计是在明年吧 应该春节以后吧 那我们很期待哦 谢谢张老师 嗯 就说 嗯 有什么收获吗 也 这么好 我觉得这么收获很大 因为以前 嗯 毕竟是我们 我的剧团 就是 少许的 就是 十里方华 就是在附近的 嗯 虽然观众多 了解它 但是呢 我讨论 要真正的 直面接触的机会 并不是很多 嗯 那么这几年 嗯 我可以相对的 就是在全国的演出 会多一些 巡演特别多 是的 嗯 我也觉得 非常珍惜和把握 这样的机会 嗯 因为我喜欢 嗯 我喜欢这个舞台 嗯 嗯 如果 观众就是 我们演出完了以后 观众很认可 我觉得心里面 真的非常开心 嗯 那大家都知道 李老师是唱王派的 那王派里面 您最喜欢哪个人物呢 像林黛玉这些 王派里面 哪个人物我都喜欢 那有哪个特别有情节的呢 嗯 情节啊 嗯 嗯 我觉得老师是个性格演员 他塑造的人物真的是 每个人物 每个人物都不同 嗯 其实我说真话 每个都喜欢 我演王派的智慧并不多 嗯 其实《红楼梦》 去年跟行业合作 我才第一次演了这个王派的剧本的 嗯 那以前在芳华也演过林黛玉 但还没有机会唱王派 是唱我们芳华版本的林黛玉 嗯 所以 到目前为止 其实王老师的本宫大戏 我也只能演了这一本 所以 我还没有全力为这资格 我很想有机会 嗯 多多的去 嗯 嗯 就是 表演老师的作品 嗯 所以每次 不管是录影段啊 还是一些网会 我都希望 能尽量的 多演一些老师的 比如说片段也好 嗯 嗯 那 就请林明老师 新年对乐剧之家 有什么期望 或者是寄语吗 或者是对西米说 新年祝福也行 好 嗯 看这个镜头嘛 对 嗯 乐剧之家的新年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嗯 谢谢你们 嗯 喜欢我们乐剧 嗯 关注我们乐剧 嗯 嗯 然后对我来说 我会 嗯 明年好像又很忙 我会 我们很期待的 努力的去 努力的去 演好我的每一个角色 嗯 嗯 努力去演好每一场 嗯 希望你们能 得支持 希望的支持 对 谢谢 祝你们新年快乐 好 谢谢李老师 再见 谢谢您先忙 谢谢 反串了现在 不是反串 这是老师的名剧 哦 老师的名剧 哎 我今天 可以用自评剪的 嗯 因为我在后面一点的节目 所以很坦 老爷爷就是很坦 龙马公司也比较忙 嗯 一个人他要画五个妆 嗯 嗯 就是在这里等 等他画好了 可以修行一下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们唐月月底会上演 传统大戏 孟丽君 嗯 郑老师能跟戏妮说几句吗 嗯 嗯 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 我是郑德凤哈 也是老朋友了 那么 这次呢 参加那个 同唱一台戏 绍兴的 戏曲春晚 花园戏令 那么 我这次呢 参加一个是 书馆追雨当中的一个节目 嗯 那么 也是比较忙哈 嗯 就是说 人一直在火车上 每天基本上 都在搬来搬去 嗯 那么也是很开心 能够 与观众可以互动 也可以跟观众见面 是我的一个心愿 对我们知道 前几天排孟丽君 郑老师都是五点钟起床 从上海赶到杭州 嗯 对对对 在火车上好像还没睡醒 把咖啡都给打散了 是的是的 那么 我这次呢 就是说我们 小朋友 就是说 想演这个戏 嗯 而且我们主演之一 小朋友 沈建宏 那么 在这次啊 练了一年的孟丽君 嗯 那么也是感动了我 嗯 那么 那怕我是从上海 五点钟赶过来 嗯 我也在路上 一路的这样忙 其实也没睡醒了 嗯 咖啡也倒在身上 所以老师们这样子 其实也很值得 也是感动了我 所以呢 我就认为 我们这些中年演员 可以去带小朋友 嗯 这样一个 举动 嗯 让我们将来 传承 嗯 这些经典的作品 嗯 所以老师的这种精神 让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去努力呢 是的 是的 就是说 我们大家应该去做这个事情 嗯 然后大家都知道 郑老师演的都是徐老师的经典剧目 嗯 那么郑老师在传承上面 嗯 最喜欢哪个角色呢 嗯 我从这个乐剧事业 没有将近三十年 嗯 那么也演过老师所有的经典 对 那么其实呢 你要说我哪一个角色最喜欢 嗯 都喜欢 每一个角色真的我很喜欢 嗯 也很用心的去体现 嗯 用每一个角色都喜欢 嗯 那么 贾宝玥啊 北定王游臣啊 对 孟立军的皇帝啊 对 孟立军的皇帝啊 对 孟立军的张继华 对 好西香继 对对 西香继的张继华 嗯 都是很有味道 嗯 因为老师的经典的作品 真的是太经典了 在传承上有没有计划要教学生吗 嗯 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 就在这么做啊 嗯 这两年当中我们行乐 嗯 就是说 小朋友当中 青年演员当中 也有 很多的 唱徐派的 对 我们在这个 轻松计划也好 还有那个 就是说 《月女争锋》当中 我们已经在这么 去传承了 嗯 我们也 小朋友也推出了几个 嗯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努力 把我们的徐派艺术 带来相传 新货相传 大家新年好 也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的大师姐啊 也是我的大师姐啊 因为她辛辛苦苦 把这一块耕耘了二十几年了 嗯 她真的把这个 后半辈子几乎的精力 然后呢 就是说 嗯 有这个 时间来 就是说 让我去 对阶级这个任务 我觉得还是 任务还是蛮艰难的 不是 因为她以前 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是一直在 这个演员的一线上 现在突然 等于是 也要 做了这么多的一些事情 有一个转换 是吧 但是虽然不是全部的精烈过去 但是也要 我觉得也要 曾经骑下马 总会 既然去了 也要把它 坚持下去 就是 坚持下去 就是意味着 肯定要 做一个事 我听说陈老师 有次摔倒了 走路都不能走 但是上台了 大家都看不出来 也演了一场戏 是吗 这个也是 可能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 都会遇到的 也是正常的事情 嗯 这些都是小事 嗯 都是非常正常 谢谢陈老师 他们请 祝你成功 华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华老师 作为浙江乐剧团 男女和颜见长 对吧 今今晚回忆的男小生 有什么想说的吗 男女和颜 是我们乐剧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表现形式 如果我们乐剧 这么一个大剧团 没有男女和颜的参与 这个剧团就是不完整 这个剧团就是不完整 就是也不完整 所以我们男女和颜 将近七十年 经过几代男演员 一起的努力吧 嗯 逐渐逐渐的 也在一起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嗯 有所 有所 有所发展 嗯 大家都知道 嗯 华老师 是个唱将 您对唱腔上面 有什么心得吗 比如说发声方法 嗯 唱腔呢 因为这个 每个这种都一样 嗯 每一个唱得好的演员 他在演唱方面 他肯定是要讲究 比较科学的方法 对 嗯 在跟腔上面 发声位置方面 嗯 这个是必须的 嗯 那么请华老师 就是对戏民们 说些新年祝福 嗯 我们是夜局之家 在直播 嗯 嗯 感谢玉局之家 这么一个平台 嗯 演奏院 我们的玉局观众 在新年里面 请去建一趟 嗯 开心 也谢谢华老师 祝您新年快乐 好的 谢谢再见 我们借月局之家的平台 祝所有的月局观众 呃 月局之家的朋友们 青春快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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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自老一辈 十姐妹的艺术家 全部相聚离开以后 作为我们流派的传人 在我们的肩上的重担会越来越重 怎么样在我们身上能够体现乐剧的第二大剧组能够继续的发扬广大下去 这其实是我们中间力量所要去思考的去想的问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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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行政这一块了 那我在2018年最重要的是要把年轻的这一块 呃 呃 重点放在他们身上 我 再且 呃 呃 呃 给我鼓掌 他说因为你太坏了 他们鼓不起来 鼓不起来 然后会在2018年会在台州也会在国家大剧院演这个秦风亭也是我去的 因为秦风亭我还有一个我们团里的小贩派 呃 呃 本来是应该让他去演的 但是他们对方有要求 所以台州的一场跟国家大剧院一场是我演的 希望北京的观众朋友都能够来观看 那么请徐老师对新女朋友们说一声新年祝福 好2018年希望乐剧之家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关注乐剧 关注杭州乐剧院 关注徐明 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小时辰身体健康 谢谢徐老师 开始 乐剧之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绍兴小百花乐剧团的吴素一 17年马上就过去了 18年就要来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请大家多看戏 多看戏会身体健康哦 升行健康哦 现在准备了 这是我们行乐的金牌影响师 前逃老师 前逃老师 看这里是乐池 乐池里的老师现在都已经坐着了 然后看这是乐队的队长江军亮老师 打个招呼 江军亮老师 后面是那个搬道具 幻景都是学到这些老师们的道具 我们就是 这些是我们演出的道具 道具 找一个看看 这是我们在戏曲里 代替马的道具 这是马鞭 这就是一匹马一匹白马 白龙马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系列用的 菜头缝 原缝 路由的键 路由的键 路由的白键 这个是酒杯 这个是什么系列用的 茶碗 茶碗 喝茶的不是酒碗 喝茶的酒碗 这个是酒杯 酒糊 酒糊 对 看 这个是饼 谁用的 路由 路由 路由写菜头缝的那个饼 这个饼 这个饼可这么大的 这个墙壁上 什么需要这么大 这边 这边来看看这个 这个石头 像不像真的石头 其他很轻 是泡沫做的